在收看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接下来是世界媒体看中国栏目 记者齐志峰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 你好 内森 刚才我们介绍你今天这个题目 世界媒体看中国 主要是要说一说 这个近来在新疆又传出来了 这个暴力冲突的事件的一个消息 中国官方表示呢 是4月23号发生的这场暴力冲突 是造成了21人死亡 但是关键它是把这个冲突的定性 定性为暴力恐怖袭击事件 并且还把它归咎于 这是宗教极端主义的这样的造成的 那么世界媒体是怎么看的 中国的网民又是怎么看的 当然是 我们知道这次新疆再发生新的冲突 同以往一样 中国对当局对西藏新疆发生的暴力冲突 总是语焉不详 哲哲奄言 措辞含糊 这可以说早已经成为世界媒体的看点 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公众的看点 那美国的主要报纸 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黄安伟 星期三 也就是在4月24日发表报道说 就像新疆发生的很多这类事件一样 有关的打斗细节到了星期二 也就是暴力冲突事件发生整整一天之后 依然是模模糊糊 官方的一些说法 荒唐离奇 他用的英文词是bezar 荒唐bezar 荒唐离奇或者荒唐离谱这种说法 这是记者说的 对于记者假如通常用这样的一个形容词来说的话 是比较严重的那种说法 那么这个记者我们知道是纽约时报的记者 他为什么这样说 他有什么样的证据这样说呢 那他是这么说的 荒唐离在他那个报道中指出 新疆官方发表的声明 一方面称发动攻击的人是暴徒 另一方面又称他们是预谋进行暴力恐怖活动的团伙 那么截至目前中国官方先前历次有关新疆发生暴力冲突的说法 都是这样神识秘密 语言不详 给读者造成的印象 好像是反华势力 分裂主义势力 宗教极端势力能力无限 有如天助 可以在一夜之间调动起成千上万的犯罪分子 并且同时让受中共教育多年的广大群众 一举陷入不明真相 也忘记了自己根本利益所在的糊涂状态 这次中国官方已关新疆最新暴力冲突的说法 依然是沿袭了过去的套路 并由此引起了纽约时报记者黄安伟的明显的好奇和不解 我想还是最好应该是介绍 全面的介绍一下 就是说中国官方对于新疆这次暴力冲突的官方的这些说法 让我们的观众或者是听众 我们的受众能做出一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和判断 对 当然是美国之音很愿意做这样的事 我们看到截止目前中国官方有关新疆最新的暴力冲突说法 来自官方的天山网 天山网他发表的迄今为止最详尽的声明是这么说的 4月23日13时30分新疆喀什把出现瑟利布亚镇 三名社区工作人员到居民家中走访 在居民家中发现多名可疑人员和管制刀具 随用电话向上级报告之后被逆藏于屋内的暴徒控制 截报后 郑派出所民警和社区干部分头前往处置 先后遭到屋内外暴徒袭击 此外此前被控人员也被杀害 暴徒点燃房屋焚烧 随后赶到的民警击毙继续暴力对抗的暴徒控制现场事态 该恐怖暴力案件造成民警社区工作人员15人死亡 维吾尔族10人 汉族3人 蒙古族2人 受伤2人 维吾尔族 处置过程中击毙暴徒6人 抓获8人 出品查明 这是一个预谋进行暴力恐怖活动的团伙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破中 这是官方的 中国官方的这种说法 接下来谈一谈世界媒体是怎么报道的 世界媒体是怎么说的 那当然是这现在是世界媒体的一个有关中国消息的最重要的话题 我们可以看看印度主要的英文报纸之一 印度教徒报 他也发表了一篇报道 他也关注了这一消息的其他方面 其中包括民族矛盾和司法不公的问题 他的报道说 中国在过去将南疆靠近巴基斯坦边界的喀什和和田发生的暴力事件 归咎于若干维吾尔人组织 其中一些组织跟巴基斯坦境内的组织有联系 在星期三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被问到是否有外国势力卷入最新的冲突 华回答说 有关的调查正在进行 印度教徒报的报道接着说 然而很多维吾尔族组织表示 新疆发生的很多暴力冲突根源于维吾尔族人和越来越多的 占据了当地人口多数的汉人的民族紧张关系和贫富悬殊 很多维吾尔族学者和活动家也指责中国政府总是夸大恐怖主义威胁 以镇压宗教活动和意义 印度教徒报的报道接着说 上个月新疆的法院给20人判罪 他们的罪名是通过互联网鼓吹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 他们分别获行五年到无期徒刑 人权团体对此提出批评 指出有关的判决缺乏透明 人权团体还指出过去人们在新疆对政府政策提出批评 也被说成是分离主义并被判重刑 这是新疆的问题 这是印度教徒报的报道 我们差不多还有四五分钟的时间 刚才中国谈到 中国当局对新疆这次在新疆的喀什 这个叫巴楚县 发生的事件进行了严格的这样的一个新闻的封锁 在中国的很多在互联网上 特别是现在这个中国的民众都非常喜欢用这个微博上 你要搜索这个阵 就是发生这个暴力事件这个阵叫四里布亚 那这个地名那就会被告知 就是说根据相关的法律和政策 四里布亚搜索结果未遇显示 那么这就使得这个中国的公众 他就很难来讨论来评论这个问题 你做了这个报道或者美国之音做了这个报道以后 那么美国之音的受众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评论的 对 在说美国之音受众可以说对这个问题评论非常的非常的多 因为可以这么说 在中国禁止讨论的问题 那么到我们这儿讨论的就会比较激烈 因为在中国中国的网民中国的公众没有发言的机会 美国之音给他们机会 那当然他们很乐意发言 但是在这个介绍美国之音的受众之前的话 我可以先讲一个故事 就是刚才发生在咱们这个节目开始之前的十分钟的 刚才我们这个studio演播室的工程师来问我 说你今天要讲什么呢 我说要讲这个新疆最近发生的暴力冲突 他说我也大致知道了 好像有21个人死亡 是吗 我说是啊 他说那中国的公众对这个事怎么看 我说中国的公众怎么看我们很难知道 他说为什么呢 我说是因为在中国是禁止讨论 连发生这个事件的这个地名 中国都不让你搜 不让你谈 这就很说明问题 这就说明你中国当局此前发布的关于那发生的事的一切的庄严声明 全成了无本之木 无缘之水 让人家很难相信 你既然相信你发布的声明是真消息 你为什么怕普通的老百姓去查一查那个地名 你都不让人查呢 这怎么回事 话归正传 先话 修说 我们说在中国不能自由讨论 那成全了美国真英的网站 我们这里的读者评论 他是非常的活跃 在今天早上我的报道是昨天下午很晚发表的 那么到了今天早上就有80多个评论 其中有的这个评论有这么说 说看到有人说维吾尔人穷是因为不学汉语 加上天生好吃懒做的事与不是不敢妄加论断 我只想讨论我们汉人贫富天壤之别的问题 中国有十三四亿人口 说汉语的至少有十亿吧 这十亿都学汉语了 按理说贫富应该差不多 但事实只是极少数拥有财富 如伯家几十亿 温家族二十多亿 习近平家族好几亿 还有江泽民家族李鹏家族 而绝大多数中国人只是紧紧糊口 甚至连糊口都不够 这是为什么 是好吃懒做 不过我所认识的人从小学同学算起 加上几十年来共事的亲朋好友 少说也有几百 他们并不是好吃也不懒做 可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像习近平 胡锦涛 温家宝 江泽民等有能力送子女出国留学 或像令公子那样开法拉利 这又是为什么 这是中国网民的很精彩的评论 这样也就是还有三十秒钟的时间 就是这些评论 这些网民既然都被屏蔽了 它怎么上到我们的网站上 他们上我们的网站只能是翻墙 那翻墙尽管是很复杂很不容易 但是他们还是要翻墙 他们来翻墙来发表的言论是非常有意思的 是在中国国内不能发表的 比如说还有一个网民说 政府发言人的无耻 早在北京八九六四大屠杀发生之后 就领教过了当年的北京的市民和学生 也被称作暴徒 如果官方宣称 当此次新疆八楚事件是有预谋的恐怖袭击事件 那又肯定是个谎言 哪有在自己家里实行恐怖袭击还需要预谋 此次与当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都表明民族冲突的根源 在中南海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今天我们时间也就是这些了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非常感谢世界媒体看中国栏目的记者齐之锋 不要离开 VIA卫视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 我们稍后回来